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父亲 努力学习医学知识 不仅成为一个合格的针灸师 还成为一个医疗器械的制作者 家里突然有一个人患了这样的重病 无论说是医疗的费用也好 还是康复的费用也好 肯定都是巨大的 我以前我们在农村 我也我们家庭也好过的 我还养了十几头奶牛 可是孩子出了事 全卖了 能卖的东西全卖了 所有这一切 把你变成了那样对吗 那个盯着天花板 自暴自弃的女孩 变成了挂着笑容 奋力锻炼 努力站起来的那个女孩对吗 是 要是没有爸爸 我可能坚持不到现在 可能还像其他的病友一样 现在躺在床上哪都动不了 这份父爱太沉重了 在医学界很多人被盼完死刑 很多人会放弃 但是真正的大夫会秉承三句话 偶尔治愈经常陪伴 总是安慰 所以我觉得这份父爱 是创造所有奇迹的摧花节目 无论严寒酷暑 无论风吹日晒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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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